牧尘笑了笑 然后他把额头顶着洛梨那光洁的额尖 认真地说着 洛梨 我喜欢你 所以 我可以把那些所有 因为你而出现的麻烦 全部都粉碎掉 我不拒绝李玄通的腰斩 是因为我知道 这只是第一场而已 在以后 或许这种事情 还会出现的 不过 我要告诉你 任何阻扰我们在一起的阻难 我都会将它粉碎 这么出色的媳妇 如果丢了 去哪找啊 我还指望着 等以后把你带回北陵境 让我爹 好好瞧瞧她儿媳妇呢 我得让她知道 我的眼光 那可是顶呱呱呱的 听到牧尘前面的话 洛梨嘴角也是有着温柔浮现出来 不过到了后面 则是笑脸飞红起来 忍不住心中娇羞 我才不跟你回去呢 到那个时候啊 可就忧不得你了 牧尘咧嘴笑着 笑容颇有些小白兔 已经落进大灰狼嘴中的感觉 洛梨白了她一眼 那小女儿般的姿态 却是娇媚一场 与平常的那种宁静幽远 截然不同 倒是有点让牧尘 看得有些微微的发呆 悬起那黑色毛子 就生腾起一点点 让洛梨感到不安的热议 洛梨轻轻扭了扭身子 但那纤细腰肢 却是被牧尘抱得更紧了 然后 他就见到牧尘 微微低头 火热的呼吸 扑打在他娇嫩的脸颊上 他似乎是明白了 牧尘要干什么 那张精致的脸颊 顿时就变得飞红起来 被纸惊咬着红唇 拳击也是轻轻地 闭上了双眸 算了 他明天就要去应战了 给他一些鼓励吧 洛梨心跳加速 这样响着的时候 牧尘的嘴唇也是印上了 那带着点点温凉的 娇嫩的红唇 把那胭脂般的樱桃小嘴 覆盖而去 洛梨的身躯 则是在此时有些僵硬 片刻以后 才逐渐地恢复柔软 天气玉壁 也是不自觉地勾住了牧尘的脖颈 微微仰头露出天鹅般优雅白衣的脖子 月光照耀下 许久以后 唇终于分开 牧尘望着美眸迷离 显得娇媚动人的少女 忍不住扎了扎嘴 颇有些回味 哼 流氓 洛梨也清醒过来 一想到自己刚才那大胆的举动 翘脸顿时就滚烫起来 小拳头 恼羞地捶了牧尘一拳 运转灵力 直接是挣脱牧尘的手臂 飞快地 逃回了房间 牧尘望着少女的剑影 只是微微地一笑 拳击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那黑眸当中金光开始涌动起来 其中有着炽热的战意涌出来 李玄冬 接下来 我们便来斗上一场吧 第二天 当晨曦斯立夜色照耀在这北苍灵院这片辽阔的大地上时 这座学院也开始爆发出了惊人的活力 天空上 无数道破风之声铺天盖地的响起 他们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那便是坐落在北苍灵院西北方向的灵斗场 那是北苍灵院中 专门用来切磋比武之处 平日里 无数学员在这里切磋印证 借助着实战 提升着自己的实力 而这两天 那轰动整个北苍灵院的腰战也将会在这里进行 今天的灵斗场显得尤为热闹 人气惊人 而在那灵斗场中最大的一处站台中早已经是人山人海 一眼望去尽是黑压压的人头 看不见尽头 在那无数人海的中央 则是一片辽阔的站台 约么数千丈的范围 足以容纳一场精彩之极的火爆的战斗 这次比试 可算是北苍灵院这一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场了 有人望着这站台四周的人气忍不住扎舌说着 那是啊 你不看看前面 没瞧见连天榜第三的苏轩 第四的鹤妖 第五的徐荒 他们都出现了吗 想要让他们都出现 恐怕也就只有李玄通能够办到了 嘿嘿 哎呀 你倒是把咱们北苍灵院最妖孽的一位啊 给漏了 啊 呃 哎 你是说沈当生吧 哎呀 那等人物着实逆天了点啊 我想他的位置啊 根本就没有人撼得动了 李玄通啊 他也做不到 哎呀 是啊 没看现在他都已经很少在北苍灵院出现了嘛 人家的眼睛是已经跳出北苍灵院直接进入北苍大陆了的 哎呀 哎呀 真是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达到那种地步啊 一些人有些稀须 能够进入北苍灵院的大多都是天赋不错的人 但是 面对着那个名字 即便是他们都是感到一阵无力和钦佩 在那后方有着诸多的窃窃私语声响起来 那前方的席位上 苏灵儿坐在苏萱的旁边 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倒是极其的引人眼球 两女一个娇俏一个温婉 让人大饱眼福 在苏萱两女不远处是一名青发青年 她模样妖异 脸庞上的笑容看上去有些邪气 但是也是让不少少女偷偷的看来 这个人正是在天榜上头排名第四的鹤妖 在这北苍灵院 同样是一号名气不弱于李玄通的风云人物 而在她右侧不远 便是徐荒 此时徐荒闭目养神 他身旁的徐清清倒是满脸兴奋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到牧尘狼狈的时候了 果然 如同后面那些人所说这次的鄙视 所吸引而来的阵容的确是极其的豪华 而在这站台周围喧哗无比的时候 一道光影突然从远处暴掠而来 然后出现在站台之中 他双手负于身后 面色平静 李玄通来了 望着那道出现的身影 站台周围顿时爆发出轰然声 转起眼神热切 这主角之一总算是露面了 那苏轩 贺妖 徐荒等人 也在此时把目光投向李玄通 在这里能够引起他们一些兴趣的恐怕也就只有李玄通 喧哗声一直在持续 直到日色开始变烈的时候 那灵斗场之外的天空终于传来破风声 树道身影 闪略而来 其中几道落向站台席位 剩余一道 则是在无数目光的瞩目下 落进了辽阔的站台之中 随着那道修长的少年身影落进场中 然后他抬头望向对面的那道人影 抱拳一叫 平缓 却不带距离的声音传荡开来 李玄通学呢 牧尘前来应战了 随着此言落下 这站台周围的气氛 在此时猛然沸腾 辽阔的站台周围 气氛在此时陡然沸腾起来 无数道好奇的目光 投射向场中那身材修长的少年 后者模样俊逸 面含微笑 这般不惊不惧的气度 倒是让人暗暗点头 无论结果如何 至少牧尘真的敢来应战 这份魄力已经让不少人认同了 这个小学弟挺帅的 如果实力再强一些的话 那就更好了 一些俏眉女孩也是簇拥在一起 美目含着秋波望向场中的少年 滴滴的红笑着 嗯 那个就是这一届的新生第一 牧尘吗 在乎牧尘模样的 毕竟是少数的女孩 更多的人都是眯着眼睛 审视着牧尘 荣天静初期的实力 在新生当中应该也并不算顶尖吧 但是 他却是能够成为新生第一 看来这个牧尘应该的确有着几分手段 哼 这个家伙 果然来了 苏灵儿望着现身的牧尘 后者傲然立于场中 面对着李玄通而不惧的神态 也是让他美目微亮 玄吉小嘴一瞥 他就说着 他就是牧尘吗 苏轩也是有点好奇的打量着牧尘 气度倒的确还不错 能够在李玄通面前还如此平静 就连一些老生也做不到呢 姐姐 你可别小看他 虽然呢 他只是荣天静初期 可实力不弱呢 连荣天静后期的人 都在他手中占不到便宜 哦 那倒是有些有趣了 只不过光凭这个 可依旧没办法和李玄通较量啊 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切磋 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但不论怎么样 都是李玄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啊 牧尘想要撼动这个优势 可是极难的 苏灵儿也是叹了一口气 他自然知道苏轩说的不假 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就只能看牧尘自己的了 希望他能多坚持一下吧 虽然即便他输了 也不会有人嘲讽什么 毕竟这是两个层次的较量 李玄通就是赢了 也是有些胜之不武的 他就是那个 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 亲生第一 牧尘嘛 那青发的鹤妖 嘴角带着邪义的笑容 盯着牧尘 玄吉淡淡的一笑 这么看上去 倒没什么特别的 不知道究竟有什么本事 竟然会让李玄通亲自发战帖 能够获得这种待遇的人 北苍灵院当中恐怕一只手都能数过来 另外一点 徐清清在牧尘一出现的时候 就是咬着银牙紧紧的盯着他 他眼中满是恨恨之色 让你还装 在会被李玄通轻易碾压的时候 看你还怎么装 一旁的徐花 依旧是脸旁漠然 深陷的眼眶 泛着锐利的光 盯着牧尘 五指轻轻敲在石头椅子上头 发出清脆的声音 在那靠后的几个地方 杨红 木魁 冰青 竟然也是位列其中 这两天有关李玄通对牧尘下战铁腰战的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 他们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而对于这场交锋 他们同样是想要来看看 杨红显然是想来看牧尘狼狈的时候 而木魁冰青则是想要看看 这个让他们都忌惮的牧尘 在面对着李玄通这种北苍陵院真正的风云人物的时候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表现 究竟是被碾压呢 还是再度创造一些奇迹呢 他们对此倒是有些好奇了 全场的目光显然都在此时 凝聚向了站台之中的两道身影 眼中满是期待的神色 而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场中的两人那视线也是缓缓的对碰在一起 流动的空气仿佛都在此时凝固下来 李玄通依旧是那副淡然的神色 他盯着木尘 还好你没有拒绝站铁 这份勇气总归还是让人赞赏的 多谢李玄通学长夸奖了 木尘不知可否的一笑 那黑色毛子里头并没有多少笑意 而是泛着一些灵力的盯着李玄通 这场切磋是个什么方式 就请李玄通学长说一下吧 放心吧 我不会真的一点活路都不跟你走的 那也请李玄通学长放心 此路我走过不少 对此呢 倒是颇有经验 今天我木尘既然来了 自然会奉陪到底的 李玄通微微点头 他抬起头来 目光望着那人山人海般的站台周围 他的视线极为锐利 一扫之下就停留在站台的某处 李玄通在这里是瞩目般的人物 他这样凝视着 立即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当即那众多目光随之望去 最后凝聚在了那拥有着精致容颜 宁静气质的少女的郊区上 他就是那个洛梨吗 据说李玄通喜欢他来着 看眼下这模样 竟然还是真的呢 这模样 这气质 真是极品啊 放眼整个北苍陵院 恐怕也就苏轩能够和他略作争锋一些了 哎呀 难怪会让这个老生 心生当中都出类拔萃的两个人 为了他动手呢 哎呀 小小年龄就出落成这样 以后那还得了啊 这样的小美人 谁肯放手啊 那些视线望着黑群少女的时候 眼中都是略过一些惊艳之色 而后忍不住的滴滴怯怯似语起来 他就是洛梨 果然是很优秀呢 那前方的苏轩也是偏过头来 谋刺中略过一丝惊讶 嗯 苏灵儿对此也不能否认 他和洛梨还交过手 知道这个女孩子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实力也极其惊人 真要是说起来 也许他藏得比牧尘还深 除非是特别的情况下 他是极少会展露真正的实力的 他们在赞扬着 那徐清清却是没有这种度量 看向洛梨的眼中充满着嫉妒 后者的容颜气质 让他有些自残行贿 同时又因此而恼羞成怒 然而 对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目光 洛梨却直接尽数的无视 那微冷的琉璃毛子 盯着李玄通 精致的小脸上头 也有着点点寒气 在弥漫着 哎 看来 又惹怒了他呀 李玄通无奈的耸耸肩膀 视线转回牧尘 我们之间呢 毕竟的确存在一些差距 我也不想被人说成 是强凌弱 胜之不武 所以呢 这次的比试 我会给你一个机会 三招 李玄通伸出三根手指 眼睛盯着牧尘 你接得下我三招 这次的比试 算你赢 不过 我不会留守 能不能接得下来 完全靠你自己的本事 怎么样啊 敢不敢接啊 那站台周围 有人眯起眼睛 这所谓的三招之约 看似简单 但是却凶险无比 如果是寻常交手 或许李玄通 并不会太过认真 可一旦设定了三招之约 或许 他就将会动用真正的手段 这对于牧尘而言 算是机会 但机会当中 也是夹杂着惊人的凶险 整个北苍灵院当中 能够接下李玄通 三招的人 恐怕是不多的 而每一个 都是在北苍灵院 拥有着远超牧尘的名气 和这一招之约 还要再来